大家好 我今天就想講一個 我覺得比書本上更有實用性的知識 雖然你未必是想聽 或者說都不關我的事 那你其實可以不聽 但我想有很多人都會需要用的 這個屯門公路轉車站 其實都很久了 都不知道有多久 好像只有幾年了 我就想做一個向屯門方向轉車站 如果你要去那個地方 要轉什麼車 我就特意做了一個XL出來 因為我平時太喜歡搭移車 都想有少少了解 我不是屯門公路 但我打出來的應該沒有錯 如果有錯應該不是大問題 首先要有一個基本的知識 就是要知道哪條線 就是單計 轉車站去到市中心 要知道哪條線大約是最快的 這個就是我個人感覺 上面這三條是城巴龍 你可以不計 第四名開始看 這個是基本知識 我就覺得有這些 首先我覺得961 960 就是最快的 然後 第二 就是 258 259 就是九龍東 上面 960 961 就是灣仔系列 258 就是九龍東系列 我個人認為 這六架比較強勁 260 應該實力比較平均 或者623 都OK 但我覺得 這六架實力非常平均 車手非常多 好 直接來了 市中心最快一定是960 因為它是不會 如果你是搭60X或60 各種去市中心 它全部都是經右岸安定 那你就會很慢 最快是960 然後260 63 58 這個打錯了 68A 因為這些全部都是直接 接著第一個站 就是在大會堂 那裡放下 就是最快的 如果你搭60X 就在右岸安定 慢慢鬥 然後 這三架 就會在屯門公園下車 雖然已經在右岸安定 但不用 回到市中心 應該快一兩分鐘 如果你用腳走上去 我個人猜到 應該會快 然後 然後就是 市中心系列的 60X 61X 公園就是這三架 市中心或者 60X 61X 我個人認為都可以 西鐵站 就是961 60M 263 你可以問為什麼 不會是60M 因為961 車手比較多 如果大家都經過站 路徑的站 都一樣 所以我會用車手的數量 個人的感覺 來做判斷 有岸安定 如果是非凡 我就會首選 259 因為259 它是直接市中心 雖然市中心 人流很多 但是 它始終都是 經完之後 直接去 有岸安定 是非常之快 但主要是非凡 之後就是 跟回車手的 961 60X 就是這樣 為什麼60X 會過回60 因為它是 警風園 然後去 有岸安定 60X 我個人認為車手比較多 所以就是這樣排 那警風園 就 因為259 它是經有岸安定 才回到警風園 所以呢 如果你是警風園 我當然是這五架 這個你可以計算 259 泳池就是 舊的泳池 我不知道是舊泳池 下車就行了 我不知道是甚麼 那之後就是 也是警風園下車 就是這堆 泳池 因為它非凡 要經有岸安定 警風園 所以就會比較慢 一點 好 然後就是看 南邊 屯門碼頭 那邊 湖景就是 59X 259 兆熙就是 59X 259 259 因為下面 這一點 我就不太熟 所以這些 我也是 但是這些數據 應該是對的 但是它這條 村的位置 我就不太清楚 但是這裡 這些 這些線的 次序 都應該不會有錯 那這四個我真的不太熟 那麼 新屯門這裡就說一說 因為它也不會有很大的影響 因為鐵龍門居 新屯門中心 附近 花園 都在同一 都在很接近的位置 那 59X和59M 都說是直接 不公路上了那條 不知道什麼 黃路的時候 一出就是龍門居 那 59X快點 就是因為 車手比較多 259就慢慢在市中心 有岸安定 蝴蝶、湖景、碼頭 慢慢在那裡鬥 而且 太高載 就是 人流太多 上落都有些時間 那這就是 北面一點 那山景 最快 258 因為 因為 這四屆 其實走的路線 都是一樣的 因為258 因為車手真的太多 是明顯的 非常之快出了 所以258 一定是第一線 然後 走完這三個 就是跟車手 車手最多 車手第二多 車手第三 第四多 那961 你就慢慢在 市中心 地鐵站 公園 又可以安定 慢慢後鬥 那 大興 應該 960第一個站 就是體育館 那個站 應該就是最快 那260X應該都是 紅橋之後 第一個站 應該走一點點 這裡我不是很肯定 那 58M也是紅橋之後 第一個站 都 雖然不是說 大興村的位置 但其實都 非常之近 所以這三架 其實都不是 這兩架 都不是大興有站 但其實它的位置 都非常之近 所以這兩架是第二 那 66X66M 就瘋狂兜路 258D也是 258D 它是兜得 更厲害 好像就是 這個我不是太肯定 這就是 梁景田景 新的 西北泳池 我不知道是不是 新的 西北泳池 那就是260 260 因為260 它 它是 一出了紅橋之後 就是經剛剛大興的站 然後就是梁景田景 其實它是非常之快的 但如果它是去寶田 就不夠快 那960 它就是 在 它會經了大興 然後再去 呃 然後它就會直接 又是梁景田景 然後就是寶田 才回去健身 所以第二 就是960 那 500M和258D 我覺得 走的路 不是差不多 但其實 它的速度應該都很接近 講到 健身 其實它都沒有什麼 直接車子可以進去 它都是看其他線 有分站 是怎樣進去 那500M 應該是 在景柱的站 下車 紅橋之後 第二個站 應該是 還是第一個 第二個 那260X 它就是 剛剛大興 紅橋之後 第一個站 那個位置 應該是可以去大興 和健身 都非常之快 258D 258D 就 就永遠快 960 那因為258D 但又不夠 260X快 又快 又快 所以就 等於這個次序 那因為 我都不是說 極之熟 至於寶田 這裡 500M 一定最快 第三個站 或者第二個站 你走過去 極之非常 非常近 然後 258D 和260 那因為 它兜的路 我個人認為都差不多 而且 那個速度 也不會很明顯 那個速度 不會很明顯 有什麼差距 而我都不是本地人 所以我就 大約直接 把這三條線 列入同一個 如果你看到 你要去補田 500M就馬上了 如果你看到 這三個 你可以隨機 隨機上一個 都無所謂 但如果是我 我都會等到 58 那 兆康富泰 其實 兩道 都只有 兩輛車去到 67X 車手比較多 但67M 比較少人搭 所以這個地方 我覺得 都要取捨 看看 你會想在屯門公路 那裡 快點 還是進去 區內 看看 哪個 小人 下車 那今集 應該來到 這段 我個人認為 都沒什麼大問題 而且整個屯門 都應該齊 齊 嗯 沒錯 好 今天應該趕快 等下 下集再見 拜拜